疫情考验企业存活 购物中心协会联合多个组织 预请政府批准商场零售业 在7月15号之前 或达到疫情人口接种疫苗时 重新开门营业 否则预计近50万名员工 将会丢失饭碗 并掀起更严重的倒闭潮 疫情肆虐 各行各业都在挣扎求存 国内六大购物中心和零售相关协会 今早召开线上记者会求政府打救 挽救人命的同时也拯救生计 截至今天 我国共有7.5%的人口 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18.7%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如今这趟免疫列车加速进行中 购物中心及零售业者希望 商场和零售店能在7月15号或之前 或者是达到10%人口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目标时 各大协会之后发联合文告表明 所谓重开不包含涉及群聚或无法满足社交距离标准的活动或商铺 发言人之一的大马产托管理公司协会主席拿督西山坦言 外界可能诠释为此诉求是在拯救老板 但实际上是拯救数以百万计B40和M40员工饭碗 此前 商场已经依据政府指示严格管控商场人流 只允许Maisjatera状态显示低风险的人进入商场 数据一直以来也显示 最大的感染源头似乎和商场无关 如今 如果商场重开日期遥遥无期 预计将近50万名员工在老板自身难保的严峻危机下可能遭解雇 这场记者会由购物中心协会 零售商协会 连锁协会 土著零售商组织等六大零售业协会共同召开